這鏡頭要帶你來看到 是位在烏克蘭南部城市的 馬力波的亞速鋼鐵廠 當地時間一號撤離了 約一百名的平民之後 俄軍再度發動空襲 當地警衛隊向外媒透露 這國際紅十字會的人員一離開 俄軍就開始轟炸鋼鐵廠 而且海陸轟三方的攻勢不間斷 這也導致隔天的撤離工作被迫中斷 而目前鋼鐵廠內還有至少 上百名的老弱婦孺受困 當地市議會就表示 在聯合國和紅十字會的協助下 預計當地時間三號上午 會再次嘗試撤離所有平民 好嗎? 好嗎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